感冒发烧咳不停 被视为新冠肺炎最主要症状 但大陆最新报告却发现 在小朋友身上 确实出现拉肚子等腹泻症状 第一时间很容易误判 台湾医师近视 新冠病毒是伟大的卫装者 非常狡猾 小科医师引述 大陆出版的中华儿科杂志 一名一岁一个月大的男婴 没有咳嗽也没有流鼻水 体温仅37.3度 稍微发烫但不到发烧的程度 出现呕吐拉肚子症状各三次 一开始以为是肠胃道疾病 接着才出现嗜睡无食欲 以及高烧跟呼吸急促的症状 而且男婴前两次采样 都没有验出新冠病毒 直到第三次才确诊 先是一次新冠病毒 可能会攻击婴幼儿肠胃 而这也是大陆首例 可以当做一个参考 也有可能说小孩子 肠胃道表现症状 比例会比大人高 从X官可以清楚看到 住院当天男童右上的肺部围透 到了第六天肺部变白 研判感染呼吸道症状 已经出现静润现象 虽然目前仅有一例个案 不过医师也建议 婴幼儿体质和大人不同 确实有可能从肠胃道症状 诊断出新冠肺炎 提醒家长要特别留意 这些黄一番球又听台北采访报道